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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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说 后来他们连江凤英的人都找不到了 怀疑是被骗了 所以才来报案 对于江凤英这个人 派出所警察也有所耳闻 知道是个有钱人 而镇上的人对他了解的则更多 镇上人传言 江凤英有几千万资产 一个这么有钱的女人怎么会去找别人借钱呢 警察决定先从外围展开调查 他们发现借钱给江凤英的远布置报案了那三个人 初步统计至少有二十人 这些人中 有一个叫陈宝梅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陈宝梅和江凤英虽然刚刚认识不到半年 但是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陈宝梅说 他认识的江凤英的确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在陈宝梅看来 江凤英不仅有钱 而且非常手信用 因为陈宝梅借了很多钱给江凤英 而他每个月也都能按时从江凤英那里收到利息 一次都没有被拖欠过 警察又找到其他借钱给江凤英的人进行询问 其他人的说法也都大致和陈宝梅一致 他说这个人太假信用了 以后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你借他钱从来没有拖欠过 比如说借一个月 他在到二十八天的时候 他就主动打电话给你 说我借你的钱到期了 你过来把那个账结一下 这就奇怪了 警方调查的情况跟那三个报案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镇上的人都说江凤英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 借了钱总是要按时还 有的时候还提前还 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个江凤英他是不是个骗子呢 办案人员决定把江凤英叫到派出所询问情况 先前了解到江凤英在李宝镇主要有两个活动地点 一个是他的办公室兼住房 另一个是他正在装修的别墅 办案人员先去了江凤英的办公室 但是没有找到他 我们询问江凤英的去向 家里面人也支支吾屋 说不清楚 随后警察又到了江凤英正在装修的别墅 发现大门锁着 敲门没有人应答 邻居说现在这里面住的是一个老太太 她是镇上居民杨军的母亲 杨军的母亲怎么会住到江凤英的别墅里呢 警察立刻找到了杨军问个究竟 开门的人正是杨军 他说让母亲住在江凤英的别墅也是迫不得已 这个装修是什么 这大战医 这一战区的漂亮啊 请我走开门西施子 您现在住这儿吗 西施子有没有情怀 我母亲都住在这里 目前我都没地方住了 我原来房子苦多了 我现在房子全部给人家沾去了 现在这个房子我房子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是最起码我要有个房子住来这儿 我要自己赚点钱 赚点钱要还人家钱 杨军说从今年三月开始 他先后借给江凤英七百多万 借钱时说好利息是每月五分 也就是一个月给三十五万的利息 但是到了时间 江凤英却只给他了五万利息 说是让他等等有了钱就给 但此后再没给过一分钱 而杨军借给江凤英的钱 很多也是管别人借的 为了筹钱 他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出去了 原以为能赚上一笔 没想到现在连本金都回不来了 没办法 他只好住在了江凤英正在装修的别墅里了 现在房子全部人家 我操人家钱 人家也给我打完事了 我现在我没办法生活了 那么现在江凤英人在哪里呢 杨军说江凤英去了江苏南通 当天下午就会返回 江凤英已经得知他的别墅被占了 他要找杨军要回别墅 两人约好在杨军经营的浴室里见面 于是当天下午警察和杨军在浴室门口守候江凤英 下午三点江凤英如约出现 他一出现 警察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他就是江凤英 今年48岁 面对警察的询问 江凤英辩解说 这只是正常的民间接待 江凤英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去骗人 也没打算欠钱不还 既然这样 那三个报案人的钱江凤英为什么不还呢 对此江凤英的说法是 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 不过他正在做黄金生意 马上能赚到一大笔钱 钱一到手马上就还 那么江凤英又是怎么投资黄金的呢 警察决定围绕他的生意展开调查 此前江凤英曾不止一次的跟借钱给他的人说 他正在跟镇上的一个金店老板周军一起做黄金生意 于是办案人员又找到了周军 可周军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没有跟他合伙拍 他是顾客关系 他花钱来我买东西我就买给他 警方又找到了李宝珍 当地另一个做黄金生意的人 了解江凤英是否参与过黄金生意 对方同样说不知道 江凤英只是在他店里面买过 这个一切真的经营的时候 他并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黄金生意 既然江凤英没有做黄金生意 他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 又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他在炒黄金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江凤英也一直在辩解说 他跟镇上的人的这种经济的往来 那都是正常的民间借贷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就在警方深入调查之际 先前江凤英的一个借钱大户叫陈宝梅的给警方打来了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让案情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就是之前警察在调查江凤英借款问题时 曾经找过的陈宝梅 他当时说江凤英是一个手信用的好人 每个月都按时给他打利息 然而江凤英被派出所带走之后 陈宝梅有点坐不住了 他告诉警察自己还有四百多万在江凤英的手里 陈宝梅每个月的利息都一并作为本金借给了江凤英 到目前为止 陈宝梅并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现金 他手上有的只是一张借条 那么陈宝梅怎么会借这么多钱给江凤英呢 这一切还得追溯到今年一月份 陈宝梅和江凤英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是在江凤英的家里 陈宝梅经由朋友介绍到江凤英的家里做客 江凤英告诉陈宝梅 现在是炒黄金的好机会 自己的黄金生意做得很大 江凤英的家里做客 江凤英一开口就向陈宝梅借一百万 刚认识就张口借这么多钱 这把陈宝梅吓了一跳 陈宝梅当时只好说回家考虑考虑 谁料当天晚上江凤英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让我爸拿这个借着钱 我反而给你利息给你 江凤英答应给陈宝梅的利息是每月一毛 也就是说一百万的本钱每个月能拿到十万的利息 这实在是太有人了 但想一想一百万毕竟不是小数 再说跟江凤英也是刚刚认识并不了解 陈宝梅很犹豫 于是他打电话给那个介绍自己跟江凤英认识的朋友 朋友提醒陈宝梅 现在生意不好做 很容易赔本 江凤英肯给这么高的利息 干嘛不借给他呢 而且朋友说 自己也借给江凤英不少钱 于是陈宝梅打了一百万给了江凤英 新家家给了一百万 今儿天他又打电话给我 所以还少一点钱 我又借给他五十万 大约就是借给他一百五十万 一个月后陈宝梅准时从江凤英那里拿到了十五万的利息 这让他觉得江凤英这个人靠得住 可是江凤英突然被带到了派出所了 这让陈宝梅很担心他借给江凤英的钱 然而让他更担心的是 警察告诉他江凤英根本没做过黄金生意 我一气死了 很没撤壶 陈宝梅之所以这么激动 是因为江凤英找他借钱时曾经抵押过金条 既然江凤英没做过黄金生意 陈宝梅说他现在怀疑自己手上的金条也来路不明 原来今年二月 江凤英给陈宝梅送来第一个月的十五万利息之后 便提出还要再借三百万 并且说这次借钱是有抵押的 抵押物是金条 江凤英提出愿用二十四块金条做抵押 价值五百多万 陈宝梅心想自己先钱借给江凤英一百五十万 再加上这次的三百万 一共是四百五十万 即使江凤英将来还不上钱 自己拿的这些金条也不会吃亏 于是他答应了江凤英的提议 接着江凤英把陈宝梅带到了住军的金殿 在金殿门口江凤英下了车 让陈宝梅在车里等着 他一个人走到了金殿里 几分钟后江凤英带着金条回到车上 回到陈宝梅家 江凤英把金条一块块的放进了陈宝梅的保险箱里 双方约定 金条只是暂时抵押在陈宝梅这儿的 接着江凤英从陈宝梅那里借走了三百万 他这东西已经做了好几年 所以他都以为是他整理的 这个不是两位警官员 其中官员是案件上的 官员的官员是我们经历里借给的 我们再去拿来看一看 警察找到了一块真的金条 和江凤英抵押给陈宝梅的金条进行了对比 从外观上警察看不出来 这两个金条有什么区别 但是江凤英的金条明显轻一些 警方立刻把金条拿到了南通市技术监督局进行检测 现在这个重量是245.64克 而陈宝梅拿的金条上标的是500克 他要比这个500克要少的金一半多吗 那么江凤英抵押的金条到底是不是纯金呢 技术人员又把金条放到了专业检测仪器里进行检测 警察将假金条和鉴定报告摆在江凤英面前的时候 江凤英终于说出了实情 他说他根本没做过黄金生意 他向很多人借钱 其实是为了还之前自己借的高利贷 没想到拆东墙 普西墙 钱越借越多 直到案发 很多人还不知道江凤英借他们的钱根本还不上了 此时江凤英诈骗案件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4000万 到底为何数十人对他深信不疑 当神话破灭之时 他竟一脸的委屈 警方搜集到的证据显示 涉案的受骗群众多达24人 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做生意的老板 按说他们也是见多识广的人 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怎么就被江凤英骗得团团转呢 事实上江凤英在镇上变得炙手可热 是最近两年的事 以前他一直以卖菜为生 跟丈夫孩子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在李宝镇菜市场 他当年卖菜的摊位依然有迹可循 那时在大家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卖菜的小商贩 没有人会想到在2010年江凤英突然摇身 变成了富国 而且开始做大声音 那么2010年在江凤英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凤英说 2010年他患了公进来 夸光了家里的积蓄 仍然凑不够医药费 没办法 他借了10万元的高利贷 高利贷成了他们家沉重的负担 其实江凤英当时已经有城镇人口医疗保险 按照规定 他的病最高可以报销80% 江凤英的丈夫是建筑工 20岁出头的儿子做小生意 一家人的收入并不少 可是癌症治疗的花销太大 这一家人依然负担不及 于是江凤英想到了借钱 江凤英就开始编造谎言了 他说自己结识了一个大老板 在跟着老板做炒黄金的生意 而且对借钱给他的人 虚以高额的利息 很快江凤英就借到了10多万 江凤英用了10多万还清了高利贷 他发现 由于李宝镇上的人比较有钱 找本地人借钱挺容易的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他手上一直有钱可以用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继续借钱 必须要源源不断来借钱 因为你后面不借钱 你前面的钱 你没办法还 为了能借到更多的钱 江凤英在包装自己上 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第一步就是打扮成一个黄金商人 他的衣着在小镇上十分显严 不仅如此 江凤英每次外出 随身的包里都带着大量的现金和假金条 碰到有人要他还钱 他就把包打开 人家一看 你包里面装的什么 他说我这个是金条啊 说你的那个钱你放心啊 这几天等我把这个手上的黄金出货 你的钱我连本带利一起给你借钱 除了在外炫耀自己的财富 江凤英还经常把朋友带回家里 向他们展示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 就从家里一捧捧了那么多的那个手链啊 什么金仙链啊 芥子啊 什么东西都用手带一捧捧过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只能在那个经典里面看一下 江凤英顺着对外宣称 他还能从内部渠道以便宜的价格购得黄金 而事实上 这些黄金都是江凤英从金店买的 那便宜出的20元差价 都是江凤英自己掏腰包补上去的 但是这样一来 镇上的人们几乎都相信 他在做黄金生意 有着让人羡慕的身材渠道 江凤英骗局的第二步 就是通过请客吃饭 让别人相信他 至今实力雄厚 陈宝梅至今还记得有一次 江凤英带他去了李宝镇最好的饭店 那个高站呢 就是在印度 慢慢一转 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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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十五个人 陈宝梅并不知道 这次请客是江凤英特意为他安排的 当时江凤英正在管陈宝梅借钱 为了能从陈宝梅那里 借到更多的钱 这次请客 江凤英特意安排了镇上 几个大老板做陪 当时陈宝梅一眼就认出了 其中两个人 那两个人都是李宝镇上 资产过千万的生意人 江凤英就是通过这样的高端饭局 让陈宝梅相信 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把钱借给他 仅可以放心 江凤英在两年的时间里 能不断地借到钱 除了颇费心思的包装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在借钱初期 建立了一个借债必还的好名声 一开始借个一两块钱 然后这个钱到期以后 主动打电话给你 说我借你的钱到期了 你过来把那个账借一下 本金利息一起拿 然后呢 这个人借了以后呢 他就有一种那个 示范带动的这个效应 很快镇上的人都在传言 借钱给江凤英 既安全又可以拿到高利息 以至于后来 江凤英无需再出去借钱了 反倒是镇上有人 不断地给他打电话 主动要求借钱给他 那么两年来 江凤英到底骗取了 多少人的多少钱呢 警察给我们展示了 从受害人那里收集来的借条 这个目前我们发现的 这个单张 金额最大的借条 就这张 这个单笔 数额借条的数额 就是四百一十万 那这个超过 像这个单张借条 数额超过百万的 就是百万以上的 这边一共有 我们发现就四个 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呢 他这个机子诈骗了 四千多万元 我们即时地呢 抓好了三十嫌疑 破坏了这个案件 被运了更多的群众呢 这个散弹受骗 借了钱自然是要还的 江凤英 便用借来的后面人的钱 去还前面人的本金和利息 就这样 他把债务的血球越滚越大 江凤英以为 一直这么借钱 去还别人的钱 自己的谎言 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但是没有想到 很快资金链就接不上了 整个骗局也就漏下了 他说 事实上 这两年来 他借来的钱并没有和家人去挥霍 都是用来还债务了 然而 他在城区这边 买了一套商品房 江凤英一共花掉了三百万 这里面包括城区里的一套房子 给儿子买了一辆奔驰车 以及自己所购买的补品 金银首饰等 这些钱都是江凤英 从本案的受害人那里借来的 提到那些借钱给他的人 江凤英非但没有任何的歉疚 反而认为 他今天入狱 都是那些人造成的 我喜欢他们的失败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江凤英的犯罪行为 让那些借钱给他的人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局里案发几个月过去了 和陈宝梅一样 很多人因为江凤英 最终都从身价百万 变得一贫如洗 他借给江凤英的四百八十四万中 有两百多万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为了还钱 他把原来的房子卖了 现在只能借宿在亲戚家 因为被骗的事 陈宝梅又气又急 身体每况愈下 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陈宝梅说 他还没有人 现在骗的我太钱了 真的 我现在真的搁不下去了 而杨军 虽然现在站着江凤英的别墅 可借给江凤英的七百万 能追回多少 他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警方提示 一个原本卖菜的农村妇女 一身的珠光宝气的装扮 再加上一个子虚乌有的黄金生意 就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 骗人者固然可恶 可是那些吃亏上当的人 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不劳而获的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视频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其他没什么 明天见